如今社会道德伦丧,世间难美,为了追求片刻欢迎,或是时下的青少年,年纪轻轻,便偷长禁果,然后意外怀孕,随之肆意堕胎,已被看成避孕失败的唯一解决方法。 堕胎是指,胎儿未出生时,被人蓄意致死,强夺生存的权利,或人工流产的行为,而致死,无论是蓄意与否,结束一条无辜的小生命,都是残酷的行为。 然而,堕胎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,但却会带来终生的悔恨与遗憾。 所以奉劝世间男女,千万不要轻易扼杀自己的亲生骨肉,让自己抱憾终身,殊不知,随之而来的,就是身体,变得虚弱,忧郁,焦虑,易怒,夜里更是噩梦连连,工作上又不顺心,感情坎坷,如家庭不合,经常吵架,夫妻双方,做什么事都不顺利。 经常倒霉,心情经常不好,身体出现各种问题,甚至导致婚姻的破裂,这些都是由于堕胎带来的负面影响。 慈悲的海涛法师曾接受采访时说,堕胎是犯了根本戒,那就是杀戒。 不仅损害自己,最悲惨的是断丧了一个英灵投胎做人的机会。 英灵有着比鬼魂更大的怨灵,本身的怨气也会因日渐成长而不断增加,他们赖以生存,是母亲的元气,所以母亲的身体会日渐虚弱。 海涛法师曾经为130万个英灵做过超度法会,法师神色凝重地说,在农历七月这段时期,英灵会特别期待有人为他超度,取名字,让他感觉得到重视。 在以一颗真诚和忏悔的心来超度他,法会期间都会准备成有牛奶的奶瓶,在法会进行时,在场的人士都会看到那些牛奶慢慢地减少,这证明英灵出没在法会现场。 所以堕胎后,除了到佛妙林,自己本身也可以超度,英灵,如念经,吃素,尤其在农历七月的这个节日。 法师奉劝大家,如果得知周围的人或朋友堕胎,一定要加以阻止,劝解堕胎的女性,阻止悲剧的发生。 佛在经典中告诉我们,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约人,第一种作恶,第二种不忏悔。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智者,第一种不作诸恶,第二种做了以后立刻忏悔。 已经夺过胎的女性,一定要在佛前真诚地忏悔自己堕胎的恶行,忏悔得清净,忏悔得安乐,忏悔得解脱。 我们要用真诚的用心,观想,把胎儿交给大慈大悲,大威力的阿弥陀佛。 请阿弥陀佛,经引胎儿回归西方极乐世界,愿将今日法律师功德,回向给所有堕胎婴儿。 恳请地藏菩萨,慈悲加持,牵引英灵,放下一切怨恨,离开苦海。 听闻佛法,跟随阿弥陀佛,往生净土,南无阿弥陀佛。 请不吓人,断春武,前将军人 soldier,伍国家、离开妇。 牵引英灵,我要宋悟弯 всne自200元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